为在吉安乡的慈恩幼稚园艺术村 在6月首度开放全区举行了福梦艺术祭 并邀请了33位国内外的各类型艺术家 来进行艺术市集、主题讲座以及工作坊等活动 也吸引许多民众参观 自2019年6月开展以来 慈恩艺术村有超过50位 来自30多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驻村 在6月的第一个周末 则举办了福梦艺术祭Full Moon Art Festival 集合33位国内外各类型艺术家 带来艺术市集、音乐表演、主题讲座等活动 祭典的精神就是希望能够让艺术能够逐渐的走进人群 然后跟周围社区的民众可以有很多的互动 然后可以把整个艺文风气发展起来 所以慈恩艺术村其实邀请了很多不同国籍的艺术家 来这个花莲驻村 把他们的艺术的作品 然后透过工作坊 还有讲座 还有一些音乐表演 甚至有一些瑜伽课程 还有市集 去跟大家来分享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艺术内容的安排 其实是蛮多元的 还覆盖到了舞感 艺术村负责人吴宇期表示 这次艺术季祭典精神是希望让艺术能够逐渐走入人群 与周围居民有更多互动 发展社区艺文风气 在其实在活动开始前 我们也逐步的拜访我们周围所有的邻居 然后跟外国艺术家们 然后带着吉他 然后一间一间的去递送我们的邀请函 我们也期待就是能够慢慢的可以跟周围的社区做一个结合 形成一个很友善的平衡 以及共同活化社区这样的一个功能 现场除了艺术市集 还有踢踏舞、芒画、乐器制作等工作坊活动 以及主题讲座、如纪录片、动物权益的分享 还有热闹的音乐表演、钢琴演奏、月亮仪式等 位在吉安湘的慈恩艺术村 未来将持续举办更多活动 相关活动讯息可搜寻脸书粉丝页慈恩艺术村 记者蒋帮燕吉安湘报导